充滿活力的靜歌熱舞 為鳳梨旺旺節活動揭開序幕 平縣府將農產結合運動觀光 讓到訪遊客盡情享受 有岩山公路支撐的平185仙道 絕美景致 在農特產相關的部分的話 都有一些稍微的粗淺的接觸 感覺辦得還不錯 而且氛圍也很棒 就差在下雨了 有點可惜這樣 一直以來就是非常的優美的 對 那也抽空帶小朋友架日出來走走 全民防疫武漢肺炎 許多室內活動都取消 民眾心情難免有些悶 難得舉辦的戶外活動 即使天空飄起雨勢 人交不喜民眾的熱情 體驗栽鳳梨逛逛185農夫市集 大家可以來這邊野餐 就是買了餐點之後 可以在這邊聽音樂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然後非常適合現在讓大家假日出來走走 帶小朋友出來走一走 把我們目前在屏東 也許185縣的漢 我們漢人跟我們原住民的那些 我們的農特產品跟我們的主食 還有我們的飲食 在這邊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舞台 平縣府表示 為在185縣道旁的休閒農場就有六家 邀請民眾到休閒農場走走 認識屏東農業軟食力不僅提升免疫力 更增加屏東鳳梨的能見度 休閒農場的觀光也把185縣道結合起來 平東縣政府在台塘林林大道這個林林底下 特別僻建的自行車道也來做一個體驗 然後185的農夫市集 這種一系列的既可以防身提升免疫力 又可以提升健康 然後又可以促銷我們在地的優質的農產 帕孟安進一步說明 除了休閒農場外 縣府在185縣道沿線還披建了單車道 加上許多的露營場地 每個都獨具特色 來露營還能體驗土地與文化 平縣府還特別僻使沿山公路與市區間 往返的公車路線 邀請民眾一睹沿山公路的美景風采 原始新聞歌手 評論馬家 採訪報導